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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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到我們現在有新的嘉賓 就是我們Bekky姐姐姐 Bekky姐姐其實有綽號 大家給本書大大 是Bekky姐姐寫的 叫做空姐長毛 我記得Bekky姐姐有人就說 你叫長毛空姐 你說不是 空姐長毛 有什麼分別呢 長毛空姐和空姐長毛 為什麼會有個綽號叫空姐長毛 首先我現在要說新花名 有新花名 現在已經不是叫Bekky姐姐了 現在那些年輕人已經叫我Bekky媽了 Bekky媽 已經大了 已經老了 現在那些年輕人已經叫我Bekky媽了 我的年代 那些人 就是我當了公會主席的時候 當然那些人就叫我Bekky姐 是 但已經退休了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是的 所以現在我新相識的那些年輕人 會叫我Bekky媽 哦 那空姐長毛怎麼來呢 空姐長毛呢 其實就是李翠仁先生改的 是 那時候曾永權做CE 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李翠仁就帶著一班工會熟會 在五一六動節的時候介紹給我們 介紹每一個工會的領袖 給曾永權認識 他走過來我們工會的時候 因為名字太長了 郭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 太長了 他就說 這個郭泰長毛 所以 其實那個花名正式就叫郭泰長毛 OK 所以就不是長毛控制 因為頭髮很長 不是 我跟長毛說 你知不知我是郭泰長毛 那沒有長頭髮 其實就是因為 大家如果是香港人都知道 長毛他在社會上的角色 就是專門是暴打不平 生際正義的形象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就是在工會扮演的角色 不過北奇巴不如我們問一下 其實你是 不要說幾多年前入行 你是為什麼會入行做空姐 呢 其實是扶扶扶扶扶的 哦 是啊 那時候 我讀書 就是我已經中學畢業了 讀語科 我就讀語科的時候 我就 我就跟自己說我不再要在家裡供我讀書 那時候我自己有兩份英文報紙 一份是STAR,一份是STANDAR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太貴了 我就在STANDARD和STAR那裡登報紙 我又喜歡學英文,我本身是很崇洋的 這本書是我寫英文的 我自己的英文是全部自己寫的 反而中文我只是做Editing Anyway,我覺得我要賺錢 有什麼方法可以快去賺錢的呢? 又不會很辛苦的,沒有阻礙我讀書的 那我就登報紙,問有沒有外國人很想學廣東話 那我覺得如果我教外國人講廣東話,很容易而已 那我在教的過程,我又可以practice我講英文 那我想一般人在香港,就算讀英文學校 都是寫啊,會擅長一點 但是講就沒什麼機會講的 除非你學校是一些名校啊,或者當社學校 就會有那些native speaker教 我們學校雖然是英文學校,但是都是中國人教 那我真的很想看看跟真正的英文講廣東話 或者跟國人講英文是否很甜 那我呢,其中一個學生呢 那時候我都很聰明了,懂得收套票的 一付就要付十堂錢 嘩,去不完便是你的事了 那時候我認識的,收十堂錢 然後呢,不過我都很大膽 就是上去他們的家教他們 那我哪有校舍呢 那就是好像補習那樣 那我特別說,我不會跟小學生補習那樣 但是這些就是外國人 其實有很多學生 有政府公務員,幫辦 那其中一個就是飛機師 嗯 那其實那時候我讀著理工的 是 讀著仿織業的,那個行業 那他就問我,現在美國呢 又用這個quota的system 你覺得你讀完書之後 你根本都工做價 那我說,不知道啊 我整家人都是在做制衣業 不怕吧,不如你考入來做空姐吧 我可以不可以啊 又不夠呢,又不夠高 不如我考做地勤先吧 不單是地勤和飛是不同部門的 當然是進來飛先 那就是這樣 他幫我拿份form 我填完之後 就寫他的名字 因為他有一項就問你 在國泰裡面,你認不認識人 那我只是認識他 所以就寫他的名字 那我很多年來呢 我都覺得是因為我寫認識他 而令到我得到份工 但是後來呢 終於就證實了不是 是因為我 未貌與智慧並重 那面試的時候是怎樣面試的呢? 考慮些什麼呢? 其實沒有什麼準備的 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總之我填了個form去的時候 他就有通知我幾次幾天去 我記得就是在Hong Kong Hotel 他們租了一層樓來做interview 那我們坐在那裡 哇,我很害怕 我那時候見到那些人 每個人都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又化妝那樣的 那我就很害怕 吃的,行了 我想拿一杯水 好,我倒杯水 拜拜 好,我倒杯 嘗嘗嘗嘗嘗 那麼 當時呢 interview的人呢 有我們叫做GM 管理空姐的GM 人事部一個叫蛇太 還有一個飛機師Captain 他好像一個 當時不知道的 我們要有一個機師的代表 在機師那裏 他們問的事是很普通的 問你為何要做個空姐 怎樣怎樣 你有甚麼好事 做些甚麼 就這樣問一下問題 又要考一下你才不會收產 完全沒有的 我們當時沒有 因為他填語言那裏 我就死衝 製作詩詩詩 是嗎? 是呀 總之呢 他就說 這位蛇太太會這樣過語 你跟他聊聊天 我心裡一天糟糕 那時候你的國語好不好才沒心? 現在也不好,沒這樣說 那時候是想著寫多樣 是呀,寫多樣 結果蛇太太有沒有考你? 有呀,立刻用過語跟我說 他只是問我,你在哪裏學過語的? 他講了三次,我才聽得懂 是呀,那你可不可以 那時候你一回答 你去哪裏? 那我常常不懂得聽 我就說,我喜歡講第三次 我慢慢說,我說我聽歌 看電影 因為那個年代 是很流行過語歌的 還沒開始流行廣東歌 七幾年代 七四年,不怕告訴你 七四年代 七四年代 五十年代 真是五十年 是嗎? 五十年前 即是今年的十月 我就可以跟我那班兇姐 慶祝相識半個世紀 哦 很厲害 那我就 不是七四年去 是七五年 七五年 就是七四年 就是入表 interview 七四年 不是七四年我開始讀 那時候登庫子 就聘請到人 是 然後整一下整一下 他叫我去讀 終於就是七五年 暑假 因為在讀書 所以暑假就有空 所以我就說 嘗嘗嘗 先去玩一下 真的暑假前 我剛剛考到scholarship 剛剛考到scholarship 那個scholarship 是救我給一年的學費 嗯 那我又收到 哎呀他請我 請我 嗯 那我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就是 繼續讀好呢 還是 做這份工呢 做了這份工之後 就沒得讀書了 嗯 所以那時候 就是 家裡又好像沒有人問 那樣 嗯 就是不知怎樣 那我便和 理工的同學 大家研究一下 聊一下 那 他們說 嘩 做空姐 我當然要做 嗯 讀書 以後才會讀 就是這樣 那當時 收到來之後 是不是都要經過一些訓練 是啊 要訓練多久 我們那時候七個禮拜 七個禮拜 是 由零開始去學東西 什麼都不懂的 真的什麼都不懂的 嗯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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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 那時只有頭等 後面是全部Economy 頭等只有12個位置 十二個 是不是十二個 八個 因為那時我坐的飛機是707 頭等很小 左邊四個右邊四個 就頭等了 然後由後面 Economy 第一行 一路到尾都是140個位置 140個位置 140個位置後面就是有 三個女生 和一個大哥做 一個異哥 不是大哥 異哥 三個女生和一個異哥做 頭等就有 兩個女生 一個Senior 我們叫做Senior Hostess 那個年代都是叫做Air Hostess 後期就給了一個專業的名稱 叫我們Cabin Crew 有一個大哥 我們叫CA1 Cabin Atten 1 就是大哥 大哥不用工作了 就是走走走 吃飯幾尾 後面我們叫二哥打釋 那時是有男女不同的 男女不同 即是怎樣 一到他入職就是 男仔一做就做二哥 是 CA2 大哥就一路升上去 就升上去 那女仔就是做Service 對 就是叫做Junior 就是負責去餐 還有就是 主要就是去餐 Service 而後面那個二哥 他就是負責做Serve酒 因為那時的酒要開 這些是粗重功夫 就是男仔做 他們還要做就是賣免稅品 因為免稅品對航空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收入 非常之可觀的收入 這件事真的很久 我小時候坐飛機還有人賣 但後來大小小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 沒有了 後來大小小 最多是你先看那本賊子 對呀 但以前真的會拿來銷售 是啊 原來買了很多錢 對呀 是 要怎樣收入 他有沒有教你的技巧 沒有的 可能當時的大哥有教 是 那些 他一進來就要學 嗯 他們學了之後就賣了 嗯 賣了要計算 我們就覺得很難 嗯 因為他們買了 因為那些乘客 那些乘客 最多乘客就是日本人 嗯 最多是日本人 嗯 日本人就給日圓 嗯 變成日圓又可以唱成港幣 那他們就有那個匯率 可以賺到匯率 你們有沒有得分呢 如果他可以賣到 我們不懂得分的 就是那個哥哥會請我們吃飯 OK 嗯 嗯 那也都 就是賣這些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東西 以前是有 到現在沒有的 現在還有的 已經有的 麵稅品 還有現在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品種 還可以做 還可以做那些叫做 order 是 就是可以做網購 是 根本這個 duty free gift 的items 全部呢 是 據我記得 由郭泰同我說 他說是 可以構成他們的 入式的pamper 嗯 然後revenue的10% 好多的 是嗎 revenue的10% 嗯 所以他們都 用了很多心機 去develop 這一方面 嗯 那有沒有說 說回來 你已經做了幾十年了 那些客人文化 有沒有隨著時代有不同 譬如 有時候都說 有些人都 都很麻煩 會隨著一架飛機 越來越普及 就是 麻煩的東西都會多了 或者那些人 不太懂得規格 是 是 是很不同 我就 就是 覺得自己都是 很幸運的 嗯 嗯 沒有 大隻東西 就是算是 沒有什麼 嗯 那麼 通常呢 還有 我初初初入行那個年代 我做小的嘛 嗯 大部分的客人呢 是日本人的 嗯 那我不需要 跟他們溝通 因為我們每一班機都會 至少會有一兩個日本人 是的 是的 至少會有一兩個日本空姐 那變成了他們可以 有些問題 言語上的溝通問題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問題不大 嗯 還有一些 我覺得客人是很容易處理一些的 嗯 很講理由 嗯 有些什麼不妥呢 他們就會問 談 嗯 但是 到了後期 就是 這二零三年 二零年呢 那些人開始 有一個 投訴文化 很強烈 是 就是投訴 通常會投訴些什麼 他們 最多最多最多 就是投訴 不讓他們升級 那他們就 不讓他們升級 那為什麼 升級了沒有價錢 那他們就乘機借的 很多時候 那麼 有沒有特別來自 比如哪些航線的客人 投訴他們最多 最多的投訴文化 嗯 沒有什麼 其實是 主要是看那班機的客人 我們的資料裡 看到一些客人 他們 本身就已經是 譬如 他們是 Marco Polo Member 嗯 他們就很喜歡 就是 臨尾的時候 才來 到 Check-in 那有時候 他們那麼遲 都不Check-in 那些人呢 就放了他們的位 嗯 放了他們的位 那他們就沒有位 那他們就發爛了 嗯 發爛了 就要逼著要升級 他這樣 嗯 那有些呢 就會 是 擒飛 這個位置 這裡不坐 那裡不坐 這樣 又乘機又乘機 那有時候 我試過一次 就給一個客人 是直接 在我面前 碰碰爛 那張 那張 Green Card 扔到我面前 嘩 這麼窄 是啊 沒有用的 這張卡 不打開到的 那你怎麼處理 那怎麼辦 那我就說 對不起 我說對不起 我們真的不值得你的行業 嗯 你喜歡可以下機 是 我喜歡你這個 那他有沒有下機 他當然沒有啦 是 下次又再來一次 是嗎 即是他又認到你 他 不會啦 但你們就有資料 就知道 是啊 你會不會有哪些客人 做過麻煩的事 會有紀錄的呢 會 是 其實呢 我記得我在工會做的時候 在美國 我們美國那邊的同事 就拍了一條片 嗯 那這個是職業的 投訴專家 嗯 那他的職業呢 就是做教書的 嗯 但是呢 他呢 在航空公司上 因為他的投訴 而他得到的賠償呢 是更多於他做教書的收入 嗯 他呢 他簡直不怕 你做訪問吧 因為他說 我每一次準備 plan 我的holiday的時候 由那一分鐘 我開始 plan 我的holiday 我就一直在那裡找錯處 那時候就可能 還沒有電郵 那些那樣普通 很多時候 都要靠黃月薰去 Yellow Page 打電話 嗯 他由他的minute 他找到 什麼什麼航空公司 有個電話在那裡 他打電話來 由他打電話那一分鐘 他就開始濃音 那個人說過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嗯 然後他就 好了他會給錢買機票 如果那個飛機 早了一分鐘 早了幾多分鐘開呢 那他又會投訴 嗯 遲了開又會投訴 嗯 早了到他都會投訴 早了到都會投訴 是 早了到都會投訴 你早到令到我要在機場 等來接我機的那些人 這樣 那他每一次的投訴 都令到航空公司 為了適時靈人 就會給他一些甜頭 或者給他一些free ticket 嗯 或者給他一些短程的機票 讓他在美國飛落陸機 那他當他拿到這些free的flight coupon 的時候 他就上機器拿這個flight coupon 那他又會收到不同的待遇 然後他又記住 又批評 又批評 又投訴 那他投訴到很厲害 然後他整個office 就全部都投訴他的case 是 然後呢 就告訴我們 你們記住 你們所有的airline 你們watch out for這個街 他不怕被拍攝 那終於國泰珍就遇到他了 那麼 不是在那班機 不過我知道有一點點事 是 那麼他就上到飛機 那他就是一張economy的飛機 一個ticket 這樣呢 他就坐了個位 那麼以前的三星機 是很有問題的冷氣系統 嗯 不知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飛機 在外面飛回來 那麼他因為飛過大氣層 那麼上面的天氣很冷 然後landing了 在一個熱的地方 那麼便會流水 嗯 那麼便會流水 是的 那麼他就說 哇這個位置流水喔 不行喔 站起來不肯坐 嗯 那麼那些空姐呢 就說 你坐下吧 然後我們tick off之前呢 就會找個位置給你們 不行 我一定要會找 我不會坐在那裡 那麼 那麼終於就被迫 就真的upgrade了他的頭等了 嗯 upgrade了他之後 因為已經開始的飛機在走 嗯 而他不肯坐下 那麼 那麼終於那班機 那些組員呢 終於就真的被迫 就真的 飛機就開了嘛 嗯 那麼就讓他坐了頭等 讓他坐下頭等 那麼就坐下頭等 那麼 那麼 以為 但是就可以了 坐頭等 誰知道他也可以回頭 說我們的safety有問題 嗯 為什麼飛機一直在走 我沒有坐下 你繼續跟我說話 啊 厲害 你自己不坐下 就說你為什麼不叫我坐下 哈哈 但是因為我們叫他坐 他不肯坐 是 因為個位置滴水 是 他不合作 他不肯坐 他的意思 就是你們已經是 壞了safety regulation 那些飛機在走的時候呢 那些乘客是應該坐下 你們不應該走 不應該 就不讓那些乘客 是啊 那這次有陪到什麼 他給他 那沒有啊 那各體都是會陪機票啊 啊 那些短程機票去啊 那些這樣 沒有辦法了 嘩這些真是經典 不過這樣 這節差不多 下一次會問一下你 譬如包括有沒有出發了一些聯誼經歷 譬如同事有沒有遇過 甚至那些人都會問 有些人都很常知 其實 是不是很多飛機 譬如飛機師 跟你們空姐 那些男女關係 又會怎樣的呢 嘩 你還知道 下一節啊 一句說一句 那些人都會打開 那些人都被讨 kop啦 那些人都被打開 那些人都有 感谢观看